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韩国女性的就业情况 最新报道显示 韩国的教育在平衡 可能会让更多的女性走向就业市场 而2月份的数据已经达到了 自1999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但是韩国在性别平等方面 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接下来我们将转向一个非常特别的演讲主题 布朗素教育局案家庭的议员 将在德鲁里大学发表演讲 讨论这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及其遗产 在体育界有关LSU女子篮球队主教练 金马尔基的报道引起了不少争议 尽管报道没有揭示什么惊人的新发现 但它的领导风格却让人们对它的方法提出了质疑 另一方面 LSU才能在女子NCIA 玩篮球锦标赛中表现出色 最后我们还会带大家了解一下 土耳其市政选举的最新进展 以及一个关于澳大利亚隐藏历史的冒险故事 揭示了一段显为人知的历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和分析 教育再平衡可能会让更多的韩国女性 就业日经亚洲 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 有助于提高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 该比例在2月份季节调整后达到56 是韩国自1999年开始发布数据以来的最高记录 然而该国在性别平等方面仍然落后 新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远远低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成员国 韩国僵化的教育体系和对就业前景缺乏信息 是阻碍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取得进展的因素 民权领袖布朗素教育局案家庭的议员 将在德鲁里大学发表演讲 雅虎·契里尔·布朗·亨德森 是奥利福·布朗牧师的女儿 也是琳达·布朗的姐姐 她将在德鲁里大学的私通教堂发表演讲 讨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布朗素教育委员会案的遗产 这场公开演讲将讨论最高法院 宣布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线的重要性 亨德森是布朗教育平等基金会的创始主席 拥有教育、商业和公民领导方面的专业知识 布朗家族与斯普林菲尔德有联系 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搬到那里 当时奥利福·布朗牧师 成为当地一家教堂的牧师 《华盛顿邮报》对NVSU的金马尔基的报道 是一幅不太光彩的画像 但缺乏新发现 一篇《华盛顿邮报》 关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女子篮球队主教列 金马尔基的文章引发了篮球界的分歧 这篇文章突出了马尔基的领导风格 被描述为一根筋且常常咄咄逼人 文章没有包含任何令人震惊的揭示 而是描绘了一位教练的游戏方式 被人留下了破碎的关系 马尔基威胁要起诉《华盛顿邮报》这篇文章 但他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都拒绝对这个故事发表评论 南非担心这种微小的害虫 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会给其造成 280亿美元的损失 而它已经在澳大利亚造成了严重破坏 多石性射孔小肚皮SHB 是一种破坏树木和农作物的微小甲虫 正在威胁着珀斯以外的地区 这种原产于东南亚的甲虫 已经在海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一些国家报告称 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PSHB攻击数百种树木 并且可以在两年内杀死一棵树 它会钻入木材中 培养一种阻塞树木围管系统的真菌 科学家警告称 这种甲虫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影响农作物并减少树冠 导致夏季温度升高 PSHB已经在珀斯被发现 引发了一项全国性的根除计划 目前这种甲虫仅限于都市区域 但人们担心它可能会在澳大利亚范围内传播 为了防止传播感染的树木被砍伐并窃碎 由于真菌阻塞了树木的围管系统 化学处理方法无效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涂抹健康树木的 驱重化学物质来制胜这种甲虫 然而最大的风险是 人类可能会无意中将这种甲虫 传播到其他地区 在越疯狂 俯佬甲约翰逊的超强表现 带领LSU击败UCLA晋级精英8强 Yahoo LSU Tigers以78-69击败UCLA Bruins 晋级女子NCM篮球锦标赛的精英8强 俯佬J Johnson比24分和12个篮板领到了Tiger 而Angel Reese贡献了16分和11个篮板 LSU将与Iowa Colorado比赛的胜者争夺进入4强的宁额 是什么因素塑造了土耳其的市政选举 断倒电视台 土耳其正在进行市政选举 而伊斯坦布尔的选举被视为 土耳其政治未来的关键 这座拥有1600万人口的城市 是唯一横跨两个大陆的城市 无论谁掌控它 也就掌控了它的预算和发展项目 这次选举被视为对埃尔都安总统的 正义与发展党的一次考验 该党在5年前输掉了伊斯坦布尔 选举结果可能对该国的政治和经济前景 产生重大影响 惊讶和破碎的新Dirikovia的冒险 揭示了澳大利亚隐藏的历史 澳洲阿Bissisi 2011年 在一家尘封的意大利博物馆收藏中 发现了一批黑白照片 从而确认了一个名叫Dirikovia的 年轻澳大利亚土著男子的身份 这些照片拍摄于1870年代的 印度尼西亚港口城市 望加西 展示了一群来自澳大利亚的土著人 其中高贺一个年幼的孩子 这些照片引发了人们对这些人是谁 以及他们是如何来到东南亚的疑问 Dirikovia的后代在照片中认出了他 并且人们相信 他是与印尼渔民一起出海 并在那里组建了家庭 Lirikovia最终回到了澳大利亚 将妻子和孩子留在了望加西 现在他的后代们正在寻找他们在印尼的亲戚 Dirikovia和其他在与英国殖民者接触之前 移居海外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故事 揭示了澳大利亚历史中显为人知的一个时期 17世纪和18世纪 来自望加西的渔民船队的到来 创造了一系列跨文化关系 并与当地的土著部落发生了浪漫关系 加入望加西船队的土著人 展示了主动性和创业精神 很可能在望加西有土著人的后代 在澳大利亚有望加西渔民的后代 跨海寻找家族联系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竞赛 因为这个时期的物质联系脆弱且正在消失 Lirikovia和他的后代的故事 凸显了澳大利亚跨文化互动的复杂 而常被遗忘的历史 他挑战了一个关于孤立生活在内陆的大陆的国家起源故事 并揭示了土著澳大利亚人 寻求冒险和新田的主动性和创业精神 在望加西寻找失散亲人的努力 证明了家族联系的力量 以及保存过去几代人的历史和故事的愿望 拜登赢得了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初选 在价务增加 投资汇报率下降的求获下 依靠价务推动投资来究竟经济增长的团存博士 已经达到了期限 根据州党派的消息 乔·拜登总统赢得了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总统初选 这次初选主要通过邮寄方式进行 由于拜登一直是领先者 所以他的是领先者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 赢得了北达科他州共和党的党团团中 拜登和特朗普都已经获得足够的代表票 来确保他们各自党派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的提名 在2016年和2020年 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赢得了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党团会议 桑迪亚哥·韦斯科维会在田纳西大学篮球队 对阵普渡大学的精英八强赛中出场吗 那魏田纳西大学的明星球员说过这句话 雅虎田纳西州后围圣地亚哥·韦斯科维 圣地亚哥·韦斯科维希望在中日对阵普渡大学的精英八强比赛中出场 尽管他正在与流感作斗争 韦斯科维一直在忍受疼痛、发烧、弹战和缺乏精力 但他说他在看到田纳西州对克雷顿大学的胜利时 找到了一丝能量 韦斯科维在152场比赛中只缺席了4场 并且本赛季为田纳西州的每场比赛都首发出场 教练李克·韦恩斯表示 他期待韦斯科维能在中日的比赛中做好准备 DFF在2024年全明星防守阵容中列出了两名密歇根州橄榄球队的球员 甲虎密歇根州橄榄球队的两名防守球员 梅克斯·查德·威克·马·查德韦特TFF的名单上 被列FFF的名单上最好的球员 防守型前锋梅森·格雷·林姆·梅森·格雷·梅森·格雷·梅森·格雷·韦尔·威尔·约翰逊·Wil Johnson被列入名单 据说密歇根大学金融狼队将会有大部分 2024年的核心球员回归 2024年NTIA、2024年NTIA、2024年二强比赛之前的男子四强预测 雅虎根聚拜林姆森大学篮球赔率 康涅迪格大学、阿拉巴马大学、普渡大学和杜克大学 是进入最后四强的热门 2024年男子NTIA而锦标赛 距离在亚历桑那州格伦·戴尔 举行的最后四强只有一轮比赛的距离 在经过一周的比赛后 只有八支球队有机会争夺冠军 NMS系培养研究生成为全球公民 雅虎新墨西哥州立大学NMS 系在五个学院提供广泛的研究生课程 包括传统的面对面混合和在线选项 该大学在农业和工程方面的专注反映在农业 消费者和环境科学学院 SCE 业色工程学院提供的课程中 健康、教育和社会转型 美联社大学表示他们已经从19世纪的书籍 装订中移除了人类皮肤 美联社哈佛大学在对一本19世纪 关于来世的书籍的起源和历史进行审查后 这本名为《灵魂的命运》的书是由法国医生 鲁法国医生鲁多·维克·布兰德 在19世纪80年代初 用他未经死者同意取得的女性 尸体皮肤装定而成的 巴佛大学表示 这本书没有得到合乎伦理的处理 因为它被提供给任何要求查看的人 而且图书馆的传说表明 学生们曾被要求取回这本书 但并未告知其中包含人体遗骸 为什么我们要把硬币扔进喷泉里 CNI人们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把硬币投入喷泉许愿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钱会发生什么 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 罗马不列颠和凯尔特神话 人们向精灵或超自然力量献上金钱 这些钱通常被捐赠给慈善机构 拜登与黑人选民的问题 会帮助特朗普赢得选举吗? 《法胜对邮报》 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有望在11月份 在黑人选民中取得重大进展 特朗普在寻求连任时 将增加黑人选民的支持率作为优先事项 他的顾问们认为通胀和移民等问题 可能有助于他赢得黑人男性的支持 尤其是年轻的黑人男性 尽管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在黑人选民中的支持率约为8-12 但最近的库尼批亲戚学家 有个纽约时报新的马奎特大学 法学院和福克斯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在黑人成年人中至少有20的支持率 福克斯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 他有26的支持率 如果这些数字一直持续到11月份 特朗普将成为自1960年以来 获得黑人选票最高比例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然而一些政治学家和策略家 对这些民意调查表示怀疑 他们指出黑人选民的样本冗长很小 可能不能完全代表黑人社区 此外他们认为特朗普的历史 包括他的种族主义言论 和与黑人美国人态度不一致的立场 使得他获得比1960年以来的 任何共和党人更高比例的 黑人选票的可能性不大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多谢观看 非常 спасибо